嗯,大家好啊,我是金林,嗯,咱们从今天开始啊,嗯,咱们做一个,做一个一系列的这个小专题啊,咱们专题的名字就叫这个养金鱼这点事啊,咱们平时呢,有什么问题啊,也可以在这个评论上给主播留言,回来主播啊,给你们,按照你们的一些问题,嗯,主播会给你们出一些段吧 啊,嗯,今天咱们就说一说这个白点病这个话题啊,这个白点病啊,其实就是那个小瓜虫,这是一种金鱼常见的一个疾病啊,嗯,它的那个主要就是说,多发育在春天秋天跟冬天啊,这个引起这个白点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水温的温差啊,过大引起的这个 小瓜虫,白点病,如果说我们这个金鱼啊,得了这个白点病,白点病,我们可以嗯,怎么去治疗呢,嗯,第一,我们可以提高啊,提高这个鱼缸的水体的水温 这水温达到30度左右,保持两到三天,这样的话小瓜虫就会被热死 然后第二点呢,就是用这个硝酸亚骨 嗯,咱们每立方水体,咱们可以用0.1到0.2克啊,全钢泼洒 嗯,第三点,就是小瓜虫,如果说刚有那么一点点不多啊,咱们也可以用这个红药水,是吧,红药水 咱们用这个棉签,蘸点这个红药水,涂抹到这个有白点的患处 你涂一下啊,涂几下,这个小瓜虫就会掉 还有就是说咱们平时怎么去预防得这个白点 就是咱们平时换水的时候,给鱼干换水的时候,咱们一定要注意注意这个温差 温差不要过大,你过大的话 这个鱼啊,就会容易得这个白点病 嗯,这个白点病的预防与治疗啊,我跟大家已经都说完了 嗯,你们对别的怎么,别的问题,养鱼方面的问题啊,你们可以给主播留言评论 然后我会一次的去给你们出段吧 嗯,今天就到这了啊,嗯,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,谢谢大家的收听